大年初五上海的一个仓库发生了火灾 在灭火救援的收尾阶段 有两位90后的消防员陆成和孙洛洛 被垮他的房屋埋压不幸牺牲 两位英雄的追悼会在今天举行 今日面孔让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两位救火英雄 消防员陆成年仅23岁 而孙洛洛只有19岁 两人同属上海宝山消防支队罗电中队 2月7号公安部政治部追授两人为革命烈士 并颁发现身国防金氏纪念章 今天上午11点 社会各界近千余人在上海龙华殡仪馆 送别陆成孙洛洛两位救火